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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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機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高島沙發按摩椅 智能聲控 動口不動手 大家晚安啊 愛車大改造有沒有想過拍雜刀門優 我本來有一台車已經找好廠商了 而且那家廠商在台南 然後我已經找好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改雜刀 可能還要派阿呆去台南出差在那邊住個兩三天拍攝 可是後來因為礙於成本問題 我本來SL55要去改雜刀 可是SL55回來真的修了蠻多東西都蠻貴的 所以不能再花下去了 再花下去我就脫褲子了 我公司沒有那麼多車位讓我收集那麼多車子 放在那邊也不是辦法 這個老闆太愛收集車子了 所以再玩下去會倒好不好 電色龍烤器行照上會寫什麼顏色 我跟你講啦台灣的行照顏色認定 就是看監理站人員的 麥小不麥小這樣而已啦 他眼睛看到什麼顏色他就叫你寫什麼顏色 就是完全帝王制就對了 幫你驗車那個人就是帝王 差不多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沒有什麼一定的答案 他眼睛看起來覺得像紫色 他就跟你講紫色 你會想追蹤車子賣出去 車子躲上去 有啊我一直都有在追蹤啊 很簡單啊很多客人會找我們 或是回來出保啊什麼的 然後或是會委託我們來幫他維修啊 我就會去統計了解說 什麼車容易壞什麼東西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常常在買賣的車子進來 都整理一些什麼東西 怎麼這一款車每次每一台回來 總是在換這些東西 那我們都會去追蹤跟了解啊 才知道要怎麼對應啊 有什麼對策啊 新春環保器有夠薄 非時彈道見底器有什麼看法 好像要看廠牌耶 你像我今天量那個HRV 就蠻薄的啦 他就比一般的車子還薄啊 你至少都要100到120之間啊 國產車來講或者是一些 市面上的能見度比較高的日系車來講 應該都在我們用那個漆模儀去打 今天都是100到120之間 進口車大概會120到150都有可能 進口車真的會比較厚 漆面真的會比較厚 那我還是講啊 那個漆面的厚度 真的也不是絕對的代表說 他的防鏽啦 可是就是爽不爽而已啊 對不對很簡單耶嘛 這站在一個消費者立場 覺得噴越厚越爽嘛 對不對 什麼有這種感覺 又有賺到的感覺嘛 你薄薄噴一層 我就覺得看起來好像很省錢的 沒有賺到的感覺 最近ACC事故多 高速公路遇到禁止或慢速的車 要特別注意真的會撞上 沒有啦 人家都跟你講了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一件事情 我說現在每台車都強調ACC 可是他們每一個人在賣的時候 也都告訴你 說這個東西就是輔助而已 自己還是要看 所以他的免責條款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撞到是你自己沒注意 你不能說ACC不好 因為他一開始他就告訴你 大概在幾年前 開始有ACC跟車這件事 我那時候還有在上電視的時候 我就有跟大家分享過這件事情 ACC 他畢竟是一個用鏡頭 用雷射 用電腦去判斷的東西 對不對 他會不會老 他軟體會不會過時 你今天你一個手機 你現在最新的手機 你現在用功能都新的很好 人臉辨識有的 沒有的都很好 等到有一天你用了五年 用了八年 你有沒有可能用了某一個軟體 他就一直閃退 有沒有可能卡卡的跑不動了 一定都會有吧 電腦也是一樣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 ACC這種東西 你以後 你現在買新車很爽 每台車都ACC 然後等到你五年八年 那ACC都變中古的了 就跟你車上的銀音 螢幕一樣 那都中古的了 有一天會不會當機 沒有螢幕沒有 有可能沒有 有嘛 鏡頭會不會偵測不準 有可能嗎 那請問一下 這個ACC這個配件 到底你在二手車賣的時候 要不要夾夾嗎 以前我還在上電視 TVBS什麼時候 都有在講這個問題 這現在還是新的沒錯啊 對大家都很爽 我要買ACC 我要買ACC 對不對 他功能有沒有可能失效 有沒有可能當機 有沒有可能跑不動 有沒有可能偵測不準 我那時候我就在反映說 我的A250有自動煞車嘛 然後偶爾有時候 他就媽的自己嘻笑 不知道弄過的鞋 現在弄過的鞋 不知道偵測到什麼 我也是有賭過的啊 對不對 所以那種東西 你不要太相信他 就像現在大家都在講 電動車電動車 我上飛碟電台 前一陣子我就在講了 大家都在說 電動車怎麼樣 怎麼都沒有人考慮過 我覺得現在好像都 那個聲音不見了 沒有人在懷疑說 以後電動車 那電池如果 像我的利服一樣的時候怎麼辦 他續航里程越來越低了 低到不行的時候 請問那台車二手車要賣去哪裡 那請問那個時候電池 你要把它恢復成原狀 要花多少錢 像我那利服70萬一樣嗎 所以自從我說了我那個利服的電池要70萬以後 我跟你講利服市面上的產值 你看現在10萬有沒有人要買 我記得我那時候買20幾萬 怎麼都沒有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BD4S號稱626 實際300多400 他以後剩下100多200的時候 請問一下那電池換了要多少錢 怎麼都沒有人考慮到這個 那二手車怎麼賣 到時候二手車他要剩下多少錢 怎麼都沒有人在考慮這個 對不對 特斯拉8年保固很爽 現在滿街頭特斯拉 一後8年過了 特斯拉多少錢要買賣 他電池請問一下 要恢復他的原來里程要花多少錢 弟父親問一下 XC60建議鍍膜打蠟還是犀牛皮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之前有跟大家分析過鍍膜跟犀牛皮 跟打蠟的一個好壞處 價錢也不一樣 持久度也不一樣 那犀牛皮是主要是可以針對一些 小程度的擦傷可以做一些保護 然後鍍膜呢 就是你就比較不要那麼常洗車 不要那麼常去打蠟 那各有各的好壞處又缺點 好不好 我們再研究一下 最後噴煙好像是類似一種鍍膜塗層 可是那個我覺得一般人 因為我之前遇過很多的消費者 很多客人他自己去買 對岸魔寶買啊 或者是去網路上買 買那個煙啊 藥水回來 那是一個鍍膜的藥劑 然後想要自己磨喔 我跟你講那個 我遇到很多都是失敗告終 那個第一個 他的藥水跟他的器具是便宜的 砂紙也很便宜 可是你要非常的有耐心 我的經驗你至少要磨 要換四種五種以上的番號的砂紙 你才有辦法把它磨得很漂亮 你要先從最粗的番號 番號就是越小 100 200 300有沒有 數字越小的砂紙越粗糙嘛 你要先從越粗糙的開始磨 然後慢慢越來越細 然後最細可能要用到2000以上 方號2000以上 所以你要一層一層的磨 然後磨到非常的細 非常的細 最後一層才用那個藥水把它鍍上去 如果你去看我們很久了 兩三年以前的YouTube影片 我記得我們就有拍過這個 所以他主要是你要有耐心 甚至你要那個拋光的器具 你才不會那麼累 你用手拋你真的會拋到過勢 會拋到你連打手槍你都打不動 你手會生死 真正的啦 所以一定要有那個儀器再搭配耐心 有時候一個頭燈啊 磨掉一個小時很正常 所以那個都是在 有外面如果有在做這一項生意的 都是在賺工錢而已 真的他那個藥水其實不貴 目前的QR20因為雙水龜的故障造成沖掉 這個你自己看你車要開多久啊 坦白說我覺得沖掉 除非你找到維修的技術很好的店家 要不然其實沖掉之後再維修 其實車子都會變得比較耗油比較沒力 如果沒修好的話還可能再二次沖掉 所以其實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難題 就是引擎充掉到底要用維修的還是換掉 如果假設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因為06年的車也久了 所以我覺得取決於你自己這台車還想開多久 然後你車打算要開很久開到報廢 那我會建議你就把它換掉 就不要再修了 如果你可能開一陣子 你就會想要把它處理掉要換車 你就用修的就好了 如果我要開久一點我會用換的 2004左右的柴油引擎會很難顧嗎?愛快 我只能說那個是需要花精神時間金錢的車子 沒有啦我跟講任何一台車 2004年的都不好顧 不只是愛快 只是說相對它的零件跟會修的人是比較少 但是也不是沒有 你只要找對人修 那可能帶料的時間要長一點 你如果能夠忍受那個帶料的時間 那就沒有問題 尤其現在那邊在戰爭嘛 所以那個運輸上面 你如果是從國外找零件進來 應該都會需要一點時間 聽說最近的Focus MK3帶的變速箱的韌體模組 它的模組好像缺貨 因為我最近遇到幾個客人 變速箱的那個模組壞掉 MK3然後進場說要等三個月才有材料 說缺料 要等兩三個月 我忘記他說兩個月要三個月 那他兩三個月沒車就很麻煩 這也是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你今天去買一台新車 那你的車要帶料 其實不見得新車公司會有安排代步車 或是給你任何的補償 好不好 因為你也過保了 即使你在保固內 因為我記得他那個韌體是有保固的 有10年有延長到10年 可是他就說好我會幫你修 可是現在要帶料 問題是你在帶料的過程當中 你的車還能不能用 你有沒有車可以用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好不好 那更不要說如果你今天買的是二手車 那就更難講了 剛好馬自達最近好像汽油幫補葉片有問題 有召回 所以如果線上有朋友馬自達要看看有沒有 符合召回的條件 好不好好像某一些年份 來我跟大家宣導一下好不好 汽油幫補葉片強度不足 瑕疵 國內馬自達召回1.1萬輛 Mazda 3 CX3 CX5 MX5 都有 受影響數量有 11,333輛 他會通知車主免費回廠更換汽油幫補 作業時間約需1.7個小時 2018年4月到2018年8月生產的部分 馬自達3 2018年5月到2018年10月生產的部分 馬自達6幾件汽油車款 2018年4月到2018年7月生產的部分 MX5 2018年4月到2018年11月生產部分 CS5汽油車款 2018年4月到2018年10月生產部分 CX5 也是汽油車款 還有2018年4月到2018年10月生產的 CX9 遭回的原因就是上述車款的汽油幫補葉片強度可能不足 導致葉片變形後 與汽油幫補干涉 有可能停止運轉 會使引擎無法啟動 啟動或者是行駛中熄火 有行車安全上的疑慮 不過馬自達指出台灣市場並未接獲這個通報 我看 好啦 反正就是遭回 有符合18年左右的要注意 可以遭回 好啦 其實我覺得遭回也不是 因為一個汽車零件那麼多 我常常在講喔 不管二手車還是新車 我覺得都一樣 就是車子我相信 當然希望最好百分之百沒問題啦 可是你看你買了那麼多電器 手機等等有的沒有的 當然大家都希望新的是不會壞的 但問題來了 為什麼要有保固 保固就是因為不能夠確定 這個有良率的問題嘛 一個車子零件那麼多 兩三萬個總是有可能 有外包的一些廠商零件 因為他們零件很多 也都是拿外面的零件廠 所以很難保證說 完全百分之一百沒有問題 所以才需要保固嘛 有負責總比不負責好 對不對 有的事沒負責 當作沒看的也是有啊 對不對 當作沒看到啊 你聲音不夠大聲 就當作沒看到啊 對不對 也是有可能啊 我覺得有遭回都是 代表說他們有在認真的經營市場 好不好 就是要給鼓勵嘛 對不對 你們買二手車也是遭回的 不要以為二手車就沒有 我跟你講 保固也一樣啊 你像我們最近常常賣一些 保固期內的車子有沒有 其實你不要遠 你二手就沒有啊 你接手以後 你還是這個原廠修改一下車主資料 其實你都還是延續原廠的保固啊 不是你買二手的 就是比較比較小的 沒有喔 還是一樣可以保固的啊 有沒有 大前年買的02X5 也是原廠招回換安全氣囊 免費喝咖啡吃點心 對不錯 格局好不好 就是要這樣做 不要小氣 你賣多久 就是把它招回換 讓客人爽一下 對不對 那以後 他想要換22年的X5 他就再跟你買了 就是這樣啊 不要太小氣 有想過應對18歲就來買車的狀況嗎 之前就有啦 其實之前 我有遇過18歲來買車 爸爸來買買給他的啊 年輕人月薪3萬多 你會賣他C300嗎 他如果有錢買 他有100多萬嗎 我就賣他 為什麼不賣 分期的話沒辦法啦 我跟你講月薪3萬多 你要分期C300不行 銀行比你還聰明 銀行就直接不會過了 對於兵役期恢復一年有什麼看法 我是覺得募兵制比較好 我是推崇募兵制的 但是你薪水要夠高 要夠精實 給人家三四萬 搞屁啊 而且要提升軍人的社會地位 台灣的警察軍人社會地位 我覺得好低喔 因為沒有人覺得軍人是在保衛國家的 那當然要爭氣一點啊 因為不要讓大家覺得 因為大家當過兵 就覺得媽的當兵都在掃落葉 都在除草 都在裝備保養 對不對 都在衝什麼衝啊 沒有精實的表現嘛 所以我覺得要提升社會地位 薪水要高一點 你給他三四萬塊幹什麼 我跟你講這都可以包裝的啦 你政黨都可以包裝啊 軍人可以包裝嗎 對不對 那你軍人本身你也要就是做出一些 我真的讓大家覺得 有在保衛國家的事情嘛 對不對 你看像飛機上去說 你已經什麼廣播啊什麼 對不對 就覺得我們的空軍好厲害喔 不要老是有些彼岸有的沒有的 以前在軍中你不會讀的 還有你做什麼的 哇叫牽涂的都也有 放款耶 放銷的 沒有 對不對 你就是要 你當醫務一進去 看到資源醫學長整個搖頭 沒有啊 有人問這個我只是順便講啦 我是覺得 我真的只是單純的覺得說 這個 募兵制 因為你真兵制大家不敢不願 不敢不願去做 講難聽一點 大家現在有多少人 是他媽想要吃胖一點 吃瘦一點 不要去當兵 那既然在台灣的真兵 大家都是用這種心態去當兵 那何必你幹嘛強迫人家咧 人家就對保家衛國沒有興趣嘛 去的也不甘不願 那東西也沒學好 什麼都學不好 講難聽一點 實彈射擊槍什麼弄 也不知道也沒有學 有教也沒在聽 反正就長官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折棉被折好一點 我就折好一點 跑3000公尺我就盡量跑 跑不完 他也不會逼你 因為你會申訴 你就慢慢走 天氣太熱 不能操客 中山市看電影 你現在你去爭一大堆兵 去中山市看電影要說什麼 去除草要說什麼 對不對 大家都在擔放家 擔心我媽的女朋友會不會兵便 我都在煩惱這個就好 還是在煩惱說 我放家要去哪裡去 可不可以呢 沒意義啊 你只在訓練砲灰而已吧 要做砲灰 大家也可以做砲灰 那我一定要爭兵 現在大家都可以做砲灰 我也可以做砲灰 金石嘛 金石你就木兵 金石高一點 金石一點 飛彈怎麼樣射的準 要怎麼樣干擾他 對不對 有的沒的 還是用認知作戰 資訊戰 對不對 訓練一下 駭啦駭啦 駭客 你不要都叫他親路啊 什麼老巫婆有沒有 車站都叫他親路啊 7-11都叫他親路啊 幹啊怎麼解決 還不如去多訓練一些這些 資訊戰的那個高手 高手高手高高手 我是自己這個小小的這個著見 我自己是這樣感覺的 這個參考啦 參考大家聊天啦好不好 對不對 看能不能侵入到他們國防 讓他們自己的飛彈打自己 最屌了 都不用花錢買飛彈 訓練一批強一點的 直接侵入他們 叫他們自己他媽的 對不對 看能不能侵入到他們電視 全部都出現小熊圍尼 各個捷運站 全部都小熊圍尼的照片 這不是很屌嗎 訓練鍵盤俠 對 台灣最多就是鍵盤俠了 鍵盤中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我們就訓練這種的就好了 到鍵盤上作業就可以了 禮拜我要去通話夜市 有一定要避開的地雷嗎 通話夜市的話 以前 想要喝木瓜牛奶 通話夜市其實有一間 北回木瓜牛奶蠻好喝的 然後現在裡面剩下兩間 然後都不好喝 我覺得 所以不要買木瓜牛奶 我去那邊 大概買的東西就是那些 那邊有名的 就鐵板燒巷口水煎包 芝麻圓的烤玉米 中間有一個阿嬤賣的那個水果灘 好像有糖水的感覺 然後進去有一個 我忘記那間什麼名字 他賣那個壽司的啊 跟關東煮的 賣十家割包隔壁嘛 還有炸地瓜 一口臭豆腐 一口臭豆腐 對面有一間乾的滷味灘 也不錯 滷味灘再進去旁邊有蚵仔煎 有魚羹 我覺得都還不錯啊 然後再繼續走 好多喔 那我幾乎每一攤的位置都背起來了 粉圓 有一間粉圓剉冰也蠻好吃的 最近那邊開了很多那個芒果冰的 四五間有喔 剉冰那邊開了四五間有 好啦 怎麼講到通話街區 靠腰啊 今天看到小資哥車庫 蠻多車的降價影響我們的收入 喔不會啦 那本來就要降價 這市場機制 我常常在講的 你們都不要買他就降價了 好不好 合情合理 這個沒有什麼可以好怨言 這能怪我們自己的眼光 這個沒有什麼做生意 沒有穩賺的 賺錢是一定要 但是沒有穩的嘛 我就說了嘛 如果今天做這門生意這麼穩的話 我就報大家一個會賺錢的 不用去柬埔寨 對不對 大家都來 我就小吃 汽車上市上櫃 讓大家投資集資就好 我買股票就好啊 對不對 分我們粉絲朋友們賺嘛 真的穩賺的 對不對 分大家賺 他問題就是不是穩賺的啊 哪有生意是穩賺的 對不對 還有要愛車大改造嗎 有啊 都有車還在改造當中啊 不會啦 那個節目一直都會有 對啊 那個是我們的興趣 也是我們的初衷 所以這種整理車啦 改車影片 現在影片真的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分享支持好不好 修車 你看現在工藝車 也可以拍修車過程 大家都會喜歡看修車的過程 好喜歡看小陳 喜歡看阿呆 對不對 那個其實齁 我們有一台 喜美就是舊款的 已經到那個誰 小坦那邊 可是小坦最近太忙了 已經去那邊 本來就是隨時等他準備開工 我們就去拍攝 可是放在那邊可能已經 喔可能三個月也有了喔 就一直在等他比較有空 因為他本身自己也忙嘛 你也知道 你看他之前 整理我們的303 整理我們的303 其實他做的很細 他整理的很細 所以要等他有空閒下來 他隨時通知我們就去拍 所以都有在排隊啦 都有在排隊啊 我常常講因為 所以打說為什麼不多拍一些小陳的啊 多拍一些整理的 那因為我們也有正業在做 我們的正業就是要賣二手車 所以我們要主要還是 小陳在服務我們的客戶的保養啊 還有我們廠上車的檢查保養之餘 才有機會 差有時間來拍攝嘛 那其他休息場也是一樣 就是要工作之餘才有空來拍攝 因為坦白說以收入來講的話 影音的收入是最差的 花的時間最多收入是最差的 賣車才是我們主要的行業 所以我們還是要以主業為主好不好 多餘的時間 我們才會多拍一些影片來給大家看 好啦 掰掰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聖波角 Shaoshi Channel 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 早く聖波角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 大家晚安